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倒塌 造成了71人受困 截至10号下午 事故共造成20人遇难 42人受伤 还有9人仍在搜救当中 而最新的数据进展是 救援的进展是这样的 10号下午4点半左右 一名困在废墟中的24岁男子 在被困69个小时之后被成功救出 生命体征平稳 在场的救援人员表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 搜救难度也在增加 主要难度就是因为酒店倒塌之后 内部结构不确定 加上楼板受到重力的挤压 有些已经挤在一起 被拆起来 拆起来是很困难的 那么即便已经经过了救援黄金72小时 但是救援人员也不会放弃希望 当天上午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举行新闻发布会 在会上 应急管理部的副部长 党组成员上瘾介绍说 事故初步了解 是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酒店违法建设多次的违规改建 这事件也暴露出地方有关方面 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 长期造成安全隐患的漏洞和盲区 写的教训 令人震惊 邵远还表示 待救援基本签署之后 将全面地开展事故的调查 迅速查明原因 严格依法依规 追究事故责任人的相关责任 包括法律责任 好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0号乘飞机抵达湖北省武汉市 考察湖北和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 习近平抵达武汉后 一下飞机就专程前往火神山医院 了解医院建设运行 患者收治 医务人员 防护保障 科研公关等情况 你们都穿着防护服啊 戴着口罩 我看不到你们的这个真实面貌 但是呢 你们在我心目中都是最可爱的人 所以我在这里啊 代表党兼央 向你们啊 表示诚挚的慰问 是以崇高的敬意 并通过视频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 习近平勉励大家坚定信心战胜疫情 现在你们最应该做的就是要坚定信心 我们大家共同来坚定信心 一定会打赢这一场战役 武汉必胜 湖北必胜 全中国也必胜 离开火神山医院后 习近平赶赴武汉市东湖新城小区 看望居家隔离的小区群众 向居民们挥手问好 习近平还实地了解生活物资配送 小区疫情防控 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 与小区群众和防控工作人员交流 向他们表示慰问和感谢 习近平强调 在这场严峻斗争中 武汉人民师大体雇大局 不畏艰险 顽强不屈 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 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 做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向一线工作人员表达敬意 向患者及其家属 因公殉职人员和病亡者家属 表示诚挚的慰问 向在这场疫情中不幸罹难的同胞 牺牲的工作人员表示深切的哀悼 习近平抵达武汉 考察疫情防控工作 这给了所有一线工作人员 和武汉市民取得疫情防控 最终胜利巨大的信心 截止到今天 武汉市城区仍然是高风险地区 胜利在望 但是这场大战还没有结束 凤凰卫视 蒋晓峰 吴志诚 武汉报导 作为这场防控战役的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的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今天到达了第一线武汉 考察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 他看忙为问 从军队到公安 从干部到民众 从医院到社区的各界 并且在电视电话会议上 向湖北各地干部 发表了长篇的讲话 他的武汉执行和重要讲话 释放并且折射出 许多有价值的信息 那么在防控形势方面 习近平强调说 这个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形势 发生了积极向好的变化 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 所以就在习近平考察的当天 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就发布了最新的通告 决定要开展湖北健康码的发放工作 此举就意味着 这次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发源地 湖北省将开始陆续开放封城的举措 逐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那么在考察当中的习近平 称赞武汉人民十大体雇大局 不畏艰险顽强不屈 自觉地服从疫情防护大局的需要 他说正是因为有了 有了武汉人民的牺牲和奉献 有了武汉人民的坚持和努力 才有了今天疫情防控的 积极向好的态势 所以他说 党和人民感谢武汉人民 而习近平还对当地的官员说 湖北和武汉等疫情严重地方的群众 自我隔离了这么长的时间 有些情绪的宣泄 要理解 宽容 包容 他并且强调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 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既有经验 也有教训 要总结经验教训 加快地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 习近平这次到武汉 从时间的选择到考察的对象 以及到讲话的内容 我想都是经过全面的准备 是很有针对性的 那么除了湖北之外 我们今天还从其他地方得到消息 就是在未来几天 可能各地都会陆续和逐步地恢复 朝向正常的社会生活与工作 那个方向去走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 国际疫情的最新情况 世界卫生组织总監事 谭德塞19号指出说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多国出现 构成全球性大流行的威胁 已经变得非常真实 截至10号下午 除中国之外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万3千例 意大利确诊总数达到9172例 死亡463例 总理孔特9号宣布 把封城法令扩展至全国 10号起生效 严厉限制民众出行 在禁令之下 包括一甲联赛在内的 全国所有体育赛事都将暂停 学校停课时间 从原来的3月中 延长到4月3号 同样在欧洲 法国政府当地时间9号晚间宣布 文化部长弗兰克·里斯特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这也是法国首位感染的 现任政府部长 而在出现首例 本土死亡阿里之后 德国卫生部长施潘表示 要尽量拖延病毒的传播速度 也有病毒学家呼吁民众 不要以为病毒在春夏就会消失 亚洲方面截至10号上午 日本国内感染新冠病毒人数 超过500人 首相安倍G3在首相关底 主持新冠肺炎疫情会议 呼吁民众未来10天 不要举行大规模集会 日本政府当天还通过了 第二轮紧急对策 动用财政预算对抗疫情 韩国10号则通报新增131例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累计确诊7513例 514人死亡 韩国中央应急处置本部防疫总括组长尹太浩表示 近期新增确诊病例增幅持续收窄 疫情呈现收敛态势但不能放松警惕 美国方面 纽约已经成为华盛顿以外 全美疫情爆发最严重的周份 截至美东时间9号晚上5点 纽约已经确诊142人患新冠肺炎 不过美国副总统彭斯在记者会上强调 公众感染的风险较低 站在彭斯身边的总统特朗普随后离开现场 不少记者追问特朗普是否接受了检测 据美国媒体CNN报道 特朗普已经警告副总统彭斯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等 高级官员不要发表引起恐慌的声明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主笔拉赫曼 近日发布了一篇题为 新冠疫情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的评论文章 作者认为千百年来 国际的流行病作为一种现象 往往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 考虑到从冠状病毒死亡率 似乎是在2%左右 那么它造成的影响 大概无法和历史上最严重的 大流行病相比 但是当公共卫生紧急状况 遭遇全球经济衰退 世界各地的政治局势 却可能发生变化 拉赫曼举了几个例子 首先就是特朗普的脆弱点 美国大选 特朗普一向认为 狂飙的股市大大的有利于 它今年11月的连任竞选 而现在一旦它被证明 对疫情过于乐观 那么它可能使自己在政治上 变得更加脆弱了 考虑到美国极右翼 有着根深蒂固的 自由意志主义传统 美国政府很难隔离封锁城镇 连意大利那种程度都做不到 更不要说赶上中国的规模 任何此类措施 都可能在联邦政府和当地的 持枪民兵之间引发暴力 这位评论家还写道 病毒可能会在国际紧张局势中 加深敌意 他说 中国互联网上许多人猜测 这种病毒是美国制造出来 打击中国的 尽管中国政府官员 从来没有提出 任何此类阴谋论的说法 但是部分的美国官员 却没有这么好的克制力 有心看着总统之位的 共和党鹰派参议员克顿 就暗示新冠病毒 是从政府实验室 生物武器计划的产物 另外 由于意大利疫情严峻 欧盟现在也担心 深根区26个成员国 受到病毒的威胁 根据欧盟的法律 在公共卫生几级情况下 允许各国 关闭边境 但是危险就在于 各国可能会在政治压力之下 采取未经协调的随意行动 最后 拉赫曼还对难民和贫困国家的 卫生系统提出质疑 他表示 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 尼利亚已经出现了病例 也有人担心 印尼和印度等国家 可能已经有大量的病例 只是没有得到报道而已 那么在欧洲和中东 难民生活的营地 往往是十分的拥挤 卫生条件较差 极容易受到疫情蔓延的影响 所以 这位评论家总结认为 自2月底以来 新冠病毒正变异为 真正的全球性的危机 尽管它可能不会演变为 最糟糕的卫生危机 但政治影响 可能才刚刚开始显露出来 好 现在请看 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 其他重要标题新闻 休息一会再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宁思 对于美国经济 遭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白宫表示 准备与美国国会 就一系列的减税经济援助计划 进行磋商 而美国财长姆努钦 试图淡化当天美股 熔断的影响 他表示 美国并没有处于金融危机中 美国经济依然是强劲的 特朗普9号表示 白宫将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会晤 商讨工资税减免 以及大规模的救济 按照小时计算薪酬的美国人 也不会因为新冠疫情而受到损失 另外 特朗普还希望 为小商业者提供贷款援助 我们也会谈谈 时间的薪金 特朗普还特别提到因新冠疫情而受到重创的美国航空业和邮轮业 美国政府将会与他们密切合作 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 美股熔断主要是由美国石油市场史无前例的行动所导致 但是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坚韧的经济体 经济处于良好的状态 姆努钦表示 自己每天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保持通话 确保美国经济可以抵抗新冠疫情的影响 美国对抗新冠病毒特别小组的官员和专家当天再次强调 新冠肺炎对于美国公众威胁仍然很低 风险最大的群体是60岁以上存在其他并发症的患者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美国白宫报道 俄罗斯央行宣布从3月10日起将暂停市场上30天的外汇购买 总理米苏斯京在当天表示 从2009年和2014年的经历看 这次因为油价暴跌所导致的货币贬值 不会对俄罗斯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星期一 俄罗斯政府总理米苏斯京召集了政府的工作会议 会议讨论了世界上市场的油价暴跌30%之后 市场的卢布退美元贬值的局势 根据俄罗斯联邦财政部较早的计算 如果世界原油保持在每桶35美元之间 那么2020年俄罗斯联邦预算将获得不到8000至9000亿卢布的收入 鉴于目前俄罗斯国库中的资金余额达到了4200万亿卢布 俄罗斯财政部完全有能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不进入国际的货币的市场 并且不需要修改三年的预算 米苏斯京指出 2018年至2019年俄罗斯经济的主要议题 仍然是不确定性 国有公司和私人机构实际上已经拒绝新的大型投资 到了2020年初 经济形势已经被冠状病毒扩大了许多倍 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也表示 俄罗斯提议将OPEC和非OPEC产油果达成的原油减产的协议 研制第二季度末 以此来观察新冠病毒对全球经济可能带来的影响 及对原油的需求量 这场石油价格大战实际上也是一种金融大战 那么使作用者呢 昨天我们已经说过其实是俄罗斯 俄罗斯知道它和OPEC之间 如果不能够就稳定油价达成协议的话 那么油价肯定是大跌的 这个油价现在已经跌到 一桶油价还不如一桶矿泉水价格高了 那么俄罗斯这样的一种资源丰富的国家 它在这时候卖什么油啊 它不如卖它的另外一种丰富的资源矿泉水就算了 当然了矿泉水不能开飞机也不能开汽车用 但是呢俄罗斯这次做这样大的举动 我们看到它肯定是有所准备的 所谓的沙迪1000 自伤800 俄罗斯昨天的卢布一路下跌 下跌到每一个美元兑换75个卢布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 今年正好是5月9号普京要纪念 卫国战争75周年纪念 可能干脆就把卢布对美元的价值 定在75比喻 那么俄罗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还是继续昨天的话题说 这个欧派克 昨天我两次说成APAC APAC是亚太结合组织 这个叫石油输出国组织 完全是口误 欧派克加实际上是俄罗斯和沙特 等中东国家的一个对话机制 会控制全国的能源价格 但是美国的页岩油 最近它的势头肯看好 而且它在开发上的技术上 都具有领先性 而且考虑到在地缘政治方面 一直美国和俄罗斯一直过不去 虽然特朗普总说他跟普京的好朋友 但是对俄罗斯的制裁一直没有松过 所以这次可能是普京他下决心 借着石油的价格干脆 我就来一场大的大降价 就是想冲击打掉美国的页岩油产业 昨天我又说说 昨天我说美国的页岩油器 它的价格成本比较低 那么是在一般的成本上 它是在某种阶段它是低的 但它有一个成本价 这个成本价是40美元一桶 那么现在油价打到30美元一桶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针对美国的页岩油产业的 当然美国页岩油产业方面来说 他说打不垮我们 我们现在可以不生产 我们到了年底再生产 最后还是普京要吃亏 那么普京这一手出来之后 实际上已经看到 虽然是一种油价大战 但实际上就是金融大战 把美国的股市是打得一塌糊涂 当然了今天我们刚才看到 美国的纽约股市道琼斯和标准普尔500 有反弹 分别涨了800多点 就涨了百分之三点几 可是昨天跌了差不多百分之七点多 那么是不是普京想在美国大选之前 狠狠打击一下特朗普 当初苏联解体就是美国和欧派克和沙特联合 联合酱油价 结果把苏联给拖垮 现在是不是普京在这个时候呢 反正他不在乎 因为他是能控制住国内的这样的局势的 所以说呢 这个整个这次的石油战就是金融战 那么金融战呢 如果是普京有意来打的话呢 那说明他很有胆怜很有气魄 国内做好准备了 反正我现在我干脆根本不买外汇 我卖外汇我稳定我自己的卢物价格 当然今天普京在这个俄罗斯的国会他说 这个俄罗斯会从容地度过油价下跌难关 这种度过呢他不说美国 他说你们沙特是不行的 沙特预算不足 经济肯定受到重创 那么下面的发展怎么样呢 我们还是要看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市场 好目光转向台湾 在台湾国民党立法委员江启臣当选了主席 是党内历来首位身兼国民党主席的立委 他能否整合党内的共识 以及协调立法院的国民党党团 和党中央的关系 发挥最大的在党的优势 成为他最大的挑战 江启臣10号赴立法院质询 受到了高度的关注 台湾立法院10号针对行政院长苏贞昌 进行施政报告总质询 但各界聚焦 身兼国民党主席的立法委员江启臣 江启臣是国民党首位身兼党主席身份的立法委员 这是他就任党主席后首次到立法院质询 江启臣在质询时批评 官方对于新冠肺炎的防疫政策不够全面 虽然我们的疫情的管控相对稳定 但是不代表我们的经济 在未来的因应上面能够没有问题 后面的供应链的问题 生产工艺需求的问题 还有消费带动可能就业的问题 那个可能都不是现在用一个简单的纾困条例能够解决的 48岁的江启臣 是国民党历来最年轻的党主席 在党内论资排备传统下 能否整合各方共识成为挑战 国民党是在野 所以我相信所有的前辈也都认同 就是不要再讲所谓以前的认知排备 而是真的能够发挥在野的战力 只要能够发挥战力 我想有战功比什么都重要 他现在当任主席 那国民党现在是在野党 立法院是我们的主战场 所以我想这样可以更有效的 这个整合立法院的战力 然后缩短 基本上是没距离 缩短党中央跟立法院的距离 国民党在前主席吴敦义任内 一直存在党中央和立法院党团间 沟通不良 个性其事的情况 而江启臣是已经连任三届的资深立委 因此党内人士普遍期待 具有立委身份的江启臣 渴望促使党内沟通顺畅 凤凰卫视兰进途季敏怀 台北报道 俄罗斯媒体近日发布了一些 卫星图片标题是 从太空看新冠病毒对城市的影响 我们看看第一张 是2月14号与3月3号 沙特麦加大清真寺的图片对比 第二张是伊朗的库姆士一座圣灵 在2019年9月与疫情发生后的对比 接下来就是日本东京迪士尼公园 以及意大利米兰大教堂在疫情前后的卫星对比 当然了 变化最明显的还是 湖北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对比图 网站分别展示了 2017年4月到2020年的2月 医院上空的卫星图片 好 最后请您浏览 3月10号的世界疫情速览 同心抗疫共克时间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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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